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米搞机先士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K40和K40游戏增强版应该怎么选 在外观方面,K40游戏增强版虽然可以日常和游戏两用 但是游戏的属性还是比较强的 后盖采用的是机甲风的设计 而且侧边还有双剑剑 K40主打的是时尚轻薄和日常使用 后盖采用的是渐变色的设计 整体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时尚还有年轻 就外观而言,其实主要还是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双剑剑的设计 其他的小设计在戴上了保护壳之后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材质方面,两款手机前后采用的都是 康宁大猩猩第五代的玻璃 防摔性能还有耐光性能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K40游戏增强版采用的是金属边框 整体的手感比较好,也比较冰凉 厚度大概是8.3毫米 重量大概是205克 K40采用的是塑料机身 所以整体也比较轻薄 厚大概是7.8毫米 重量大概是196克 相对来说要轻薄一点 在性能方面,K40游戏增强版搭载的是 台积电6nm工艺的天机1200 LPDDR4X第四代的运行内存 还有UFS3.1的闪存 而且还有超大的VC军热板 超大的石墨片和白石墨C作为立体的散热系统 整体的跑分在安杜兔可以跑到了66万分左右 K40搭载的则是台积电7nm的高通骁龙870 LPDDR5第五代的运行内存 还有UFS3.1的闪存 采用的是普通的液冷铜管 石墨,还有石墨C,铜箔等等组成的立体的散热系统 那这一套配置在安杜兔可以跑到了大概68万分左右 那这两款手机打玩者和刺激90帧模式特效全开 还是比较轻松的 帧率可以维持在86到90帧之间 在排队方面 K40游戏增强版搭载了6400万像素三个镜头 6400万像素的豪威主射 800万的超广角 200万的微距镜头 只有电子反抖,不支持光学反抖 最高支持10倍的数码变焦 K40搭载了4800万像素三个镜头 4800万像素的索尼主射 800万的超广角 还有500万的长焦微距 可以说这个500万的长焦微距可玩性要更高 同样只有电子反抖,不支持光学反抖 最高支持10倍的数码变焦 在续航方面 K40游戏增强版的电量 还有充电速度要明显好很多 搭载了5,065mAh的电量 而且还支持67瓦的快充 不支持无线充电 而K40的电量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搭载了4,520mAh的电量 最高支持33瓦的快充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不支持无线充电 整体来讲 K40游戏增强版的电量充电速度 还有续航能力相对来说要更强 在屏幕方面 K40游戏增强版搭载了 一块6.67英寸的1080p的 华星光电的OLED屏幕 最高支持120Hz的刷新率 480Hz的采样率 支持DC调光 而且还支持11色的显示 峰值亮度是950尼特 同样K40搭载的也是一块6.67英寸 1080p的三星E4的OLED屏幕 那最高支持120Hz的刷新率 还有360Hz的采样率 支持1600万色的显示 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 不支持官方的DC调光功能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了1300尼特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可以说在2000-2500这个价位段 这两款手机的性价比都非常高 闭着眼睛都可以买 两款手机的性能相差不大 而K40游戏增强版 在拍照 在屏幕 在电量 在快充 这几个方面 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而且双尖尖的功能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